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重大国际政治变局 特别是中国将如何应对美国政策的变化 特朗普的回归无疑会在国际舞台上掀起一阵风暴 他在任期间对华政策的紧张态势令人瞩目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中国的目标是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领先的大国 但美国却将中国视为其霸权的主要挑战 双方的战略竞争日益加剧 未来的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可能会加剧 而中国则可能会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 以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 然而中国也深知历史的教训 不想重蹈覆辙 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关系中的敏感话题 而特朗普的政策又将如何影响这一局势 此外 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同样备受关注 虽然不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但与莫斯科保持贸易往来 无论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如何交织 中国的战略耐心和灵活应对将是关键所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全球政治的舞台上 特朗普的回归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再次掀起波澜 作为曾经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每一步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尤其是在他上任时期 中美关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 如今随着特朗普重新执掌美国的政策方向 中国将如何应对这一变化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国际政策专家普遍认同 中国的长期目标是超越美国 跃升为全球领导强国 然而美国却是中国为其全球霸权的主要挑战者 竭力阻挡中国的崛起之路 根据国际危机组织的一份报告 未来的美国政府须与中国寻求可行的共存 以化解武装冲突的风险 维护政治现状的基本要素 而不是执着于冷战思维下的胜利 当特朗普本月初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后 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他曾经的对华政策 国际危机组织指出 特朗普的对华策略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他从贸易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 试图加速两国经济关系的脱钩 其次他在竞选期间的言论 反映出根深蒂固的商业思维 旨在建立更平衡的经济关系 最后他的立场常常令人捉摸不透 时而对中国领导层极其经济政治议题态度矛盾 不少分析人士预测 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 可能进一步加剧 美国和中国合计贡献了全球经济产出的43% 两国间的战略竞争已然成为国际发展体系中的主旋律 太平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埃纳尔坦根指出 美国自建国以来的231年中 总是卷入冲突 侵略他国 违反条约 无视国际法 以谋求自身利益 这种行为屡见不鲜 坦根认为 美国的对华冲突始于意识到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并未改变其社会主义政府的本质 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 中国或许将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对手 例如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 以及中等强国如印度尼西亚 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的关系 以应对来自先进工业民主国家的压力 然而坦根对此持不同看法 他认为中国深知历史教训 不想重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 认为建立联盟只会让和平更加困难 在经济层面 中国可能会继续向全球南亚和中亚地区 寻求资源和市场 以缓解美国施加的压力 同时 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关系中的敏感话题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承认台湾为独立实体的言论或行动 随着台湾局势的紧张 事态进一步升级 尽管美国上尉正式承认台湾独立 但华盛顿对中国的做法表示谴责 这使得中国不得不加强对美国干预的反对声明 在特朗普重返白宫的背景下 中美事务专家阿里维恩表示 中国可能会努力离间特朗普 与其军事顾问之间的关系 以防止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 维恩进一步指出 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 向美国总统拜登明确划定的四条红线之一 实际上是在向特朗普传达信息 此外 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也受到广泛关注 坦根指出 中国并不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但坚持与莫斯科保持在贸易 旅游和文化方面的关系 中国认为所有安全和政治问题 应由相关各方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 而非依靠外国干预 中国不断呼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认为战争往往无法带来真正的解决 反而为下一场战争埋下伏笔 纵观以上形势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 中国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局势 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继续交织在一起 双方都需要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中 找到新的平衡点 中国的战略耐心灵活应对 以及对国际规则的坚持 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 这不仅仅是两国关系的考验 更是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 中国能否稳步前行的重大考验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 是美国第45任总统 任期从2017年1月20日 至2021年1月20日 他是一位商人、电视名人及政治人物 生于1946年6月14日纽约市皇后区 特朗普以其富有争议和非传统的政治风格而闻名 并且在政治舞台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 特朗普在成为总统之前 以房地产开发商和电视名人的身份广为人知 他是特朗普集团的负责人 这是一家家族企业 专注于房地产开发、投资和管理 通过这家公司 特朗普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包括众多高端物业 如特朗普大厦、特朗普国际酒店等 此外 特朗普还主持了受欢迎的真人秀节目《学徒》 在政治生涯中 特朗普已 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 参加了2016年的总统选举 代表共和党 在竞选过程中 他的言论和政策主张引发众多争议 但他成功地吸引了大量选民支持 特别是在中西部和南部州 他在选举中 击败民主党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 成功当选总统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 他推行了多项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 在国内政策方面 他的政府实施了大规模减税政策 取消了许多监管措施 并在移民政策上采取了严格立场 包括修建美墨边境墙 此外 特朗普还提倡美国优先的政策 强调保护美国利益 并试图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复兴 在国际事务中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被称为交易艺术 他倾向于以双边贸易谈判 代替多边协议 退出了多项国际协议 包括巴黎气候协定 和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 TPP 他的政府还与北朝鲜 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直接接触 试图就和武器问题达成协议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 也充满了争议和法律挑战 在他的任期内 他经历了两次弹劾调查 虽然两次都没有被定罪 此外 他的政府在处理疫情 种族关系和选举诚信等问题上 也面临大量批评和争议 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 特朗普寻求连任 但败给了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 特朗普对此次选举结果提出质疑 并在卸任前后 持续声称 存在广泛选举舞弊 这一立场 引发了极大的政治动荡 和社会分裂 特朗普的政治生涯 和个人风格 对美国乃至全球政治 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的支持者 视他为政治权贵的挑战者 和美国利益的捍卫者 而批评者则认为 他的政策和言论 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不稳定 即使在卸任后 特朗普依然保持着 在共和党内 和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影响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 中国的应对策略 应该是继续加强自己的经济 和军事实力 同时也要利用外交手段 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强的合作关系 这不仅可以在经济上 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还能在国际政治中 形成对美国的制衡 过去的特朗普政府 以极具挑衅性的方式 推动对华政策 但这也给中国提供了 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契机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不妨以不变应万变 专注于国内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推动科技创新 增强综合国力 只要中国持续发展 美国就无法真正阻挡中国的崛起 特朗普的回归 可能带来更加不确定的国际环境 虽然你提到 加强合作是应对策略之一 但在特朗普这种商人总统眼中 所有的国际关系都是交易 中国需要非常谨慎地选择合作伙伴 而且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 使得他有可能采取更为激进的策略 例如加大对台湾的支持 或者在南海问题上 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中国应对这些可能的变化 需要更加灵活的外交策略 而不是简单的等待和观察 历史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国际关系中的风暴 并不是因为实力不对等 而是因为误判和误解导致的 因此加强对美沟通尤为重要 特朗普虽然看似不可预测 但他的政策核心依然是美国优先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应充分利用这种短视的政策 通过加强与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联系 建立更大的市场 抵消美国市场的压力 同时 中国可以通过文化外交和科技合作 提升与其他国家的软实力影响力 我们看到 美国在全球范围的盟友关系 并不如以往牢固 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因此 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推动全球化合作和多边贸易 削弱美国单方面施加的压力 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 联合更多国家 以规则为导向的国际秩序 才是长期的解决之道 你提到的多边合作 确实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 但特朗普的回归 可能会加剧全球保护主义倾向 而这对中国目前的经济扩张战略 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不能忽视过去几年 中美之间的技术封锁和脱钩趋势已经显现 即便经济联系较强 但这种趋势可能会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更加明显 因此中国需要在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 以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同时要警惕特朗普可能对中国企业 尤其是科技公司的进一步制裁 这需要中国在法律和外交上做出有利的回应 此外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也要求中国不仅要在经济上做文章 还需要在军事和政治上做好准备 以防范可能的冲突或摩擦 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确实可能带来挑战 但也正是这些挑战促使中国更加独立 中国的应对策略可以是加速推进本土创新 和高科技产业发展 减少对美国技术和市场的依赖 中国有庞大的国内市场 这为自主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机会 与此同时 中国可以加强与其他新兴市场的贸易往来 例如一带一路倡议 为中国企业开辟新的国际市场 此外 中国还可以通过发展绿色科技和可再生能源产业 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 使之成为国际市场的新增长点 这不仅可以规避美国的封锁 还能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全球竞争力 当然 特朗普的政策 也可能推动中国技术自主的进程 但我们不能忽视 特朗普可能带来的国际环境恶化 特朗普重视与盟友的利益博弈 他可能会联合更多的国家对中国施压 这点从他之前的北约政策中可以看出 中国需要为可能的国际制裁做好准备 此外 在科技自主的道路上 中国不能只强调速度 更要重视质量和国际标准 以免在国际市场中孤立无援 历史上 技术封锁往往会引发更大的技术竞赛 这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小的威胁 因此 中国不仅需要在自身技术上实现突破 还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以确保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权益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奇奇在关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 中国应对策略的辩论中 各自展现了不同的思考角度 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 两位辩手的立场和论据都值得深入探讨 楚天书强调 中国应通过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 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对中国崛起的自信 他的论述指出 特朗普的政策短视 给中国提供了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契机 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 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 多边合作的确是应对单边主义的有效手段 但楚天书的论点过于乐观 忽视了特朗普的回归 可能引发的更大不确定性和风险 他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 带有逃避现实的倾向 希望中国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中 持续发展 而为充分考虑到 特朗普可能采取的激进策略 所带来的直接威胁 谢奇奇则提出了 特朗普回归 可能导致国际环境恶化的观点 强调 中国需要灵活的外交策略 和技术自主的必要性 他的论点更注重风险管理 特别是在科技方面的应对 这一方面尤为重要 因为中美之间的技术脱钩 已经初见端倪 因此 谢奇奇的观点更为全面 对于潜在的挑战 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并提出了具体的应对建议 如在法律和外交上 做出有力的反应 他的论述提醒我们 中国在强调自主创新的同时 更要注意国际标准的制定与遵循 这是一个宏观层面的考量 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总结来说 楚天书的乐观主义 与谢奇奇的现实主义之间的碰撞 展现了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不同理解 两位变手的论点互为补充 楚天书提出的增强自主发展 与多边合作的策略 与谢奇奇强调的灵活应对 和科技自主的必要性 共同勾勒出了一幅 复杂的国际形式下 中国应对策略的全景 然而 面对不确定的全球环境 中国的任何策略都需谨慎考量 尤其是在特朗普这样的领导者 可能重返白宫的背景下 如何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 促进国际合作 将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地为大家带来 区块链和游戏世界中的 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六度链推出全新平台 将彻底改变我们 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在这个游戏化的平台上 您可以评估内容 预测结果并赢取奖励 想象一下 一个游戏让您的见解 塑造信息价值 并为此获得奖励 敬请期待 这是一个您不想错过的社区驱动体验 游戏即将开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